虽然美国它再次的开启只会跟大家强调 一中政策没变 可是我在这边很明确的跟大家讲结论 当然是变 想要观点来评观点 欢迎收看伪汉观点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 最近因为台湾疫情的关系 还有很多国内的新闻 所以被忽略的一个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国际政治新闻与台湾有关的 就是美国的国务院 居然在5月5号的时候 将他的国务院网站当中 与台湾关系的一段注解 文字做了大幅的修正 什么叫大幅修正 那我们就要讲原本是怎么样 现在变成什么 简单来讲 在2018年8月31号 还能够显示的这个 旧版的国务院的描述当中 所谓的台美关系 是在联合公报当中 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而且美国也认知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很熟悉的对不对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不是大陆国台本在讲的吗 我跟大家讲 美国的国务院 原本也是这么说的 只是台湾比较少人提到而已 因为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请注意是邦交国 美国跟中华民国 早就已经断交 认清事实好吗 各位网友 伟汉观点一定告诉你 最直接 最真实 而且要注意到的事情 所以当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有建交 而且有所谓的三个公报之后 美国长期以来 一直是承认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那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第一个 但是这个文字 在5月5号的时候 它不见了 它不再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它写什么呢 它写说 作为一个领先的民主政体 跟科技重政 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伙伴 大家可以去看 美国的国务院官网写得非常清楚 它不去论述台湾 是不是中华民国 是不是国家 它不讲 它就告诉你 台湾是美国重要的伙伴 好不好 这是第一段 改掉的部分 第二段也改了 第二段就是 原本的开头是写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很明确哦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这个原本是有写在国务院网站里面的 美国对台关系里面的第二段文字的 非常清楚的 那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与台湾维持强健的非官方关系 是美国的主要目标 也符合美国在亚洲追求和平稳定的愿望 这个基本上就是基于台湾关系法 跟六项保证 这个是美国的对台关系的原本的旧版 新版变怎么样 观众朋友 新版呢 美国不支持台独这几个字不见了 拿掉了 然后呢 提说美国长期的一中政策呢 就是我刚讲的 以台湾关系法 美洲三个联合公报 跟六项保证为指引 哦 他就把两岸各自论书的东西插进来了 台湾讲的是台湾关系法 跟六项保证 大陆呢 讲的就是美中三公报 他现在把美国对台湾关系 他的指引呢 是这三个东西参合在一起 那这个事情 台湾就有解读了 有人讲说 哎 这是美国对中华民国的一大靠近啊 这个是美国在修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怎么样 有各种不同的解读 我先跟大家说 根本不要轻易的做解读 为什么 因为才过了两天了 美国的国务院 就在10号的时候公开表示 没有啊 我们虽然文字改了 可是对台湾的立场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隔一天 美国时间的5月11号 美国的发言人Price 他再一次在记者会上面重申 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 美国不支持台独 一中政策也没有改变 好 那讲到这边 大家很混乱 说 喂 你不是跟我讲改了吗 怎么美国的发言人又说没改 重点在这里的 虽然美国的发言人 他说没有改变 虽然美国的发言人 还是强调 美国不支持台独 我在这边先做个结论 等一下绕回这个结论你就懂了 把文字给改掉这件事情 就是改变 对不对 我说我不喜欢他 我才不理他 然后你去买便当给他吃 然后你去他家帮他打扫 你像梁永奇一样 一天到晚跑到刘德华家去 他喜欢刘德华 他当警察去开发单给刘德华 也是因为喜欢刘德华 只是做法都是在虐刘德华而已 对不对 这样大家懂吗 听其言观其行 两个是分开的 在论述上面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是邦交国 他就不可能轻易地讲说 对我放弃一种政策了 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了 台湾可以台独了 他不会这样讲的 可是你要看他怎么做 他的做法 是不是越来越靠近 跟中华民国 跟台湾有实质关系 这是重点 所以中国大陆没有发言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明确的回应 比如说出手痛骂美国 没有 因为美国已经 国务院发言人都已经讲了 没有没有改变了 嘴巴说没有 但是手一直伸过去 第二个 民进党也没讲什么话 民进党包含蔡总统 包含外交部长都很谨慎 反倒是 老汉又要来检讨蓝营 不是 大家注意听我讲 看维汉官 你可以得到很多政治上面的一些理解 而且可能会超前 国民党这一次 我觉得四个字 轻率发言 太轻率发言 太直接把一些想讲的话讲出去 没有冷静思考 第一个 国民党立委讲说 这样子的话 美国把这些文字删除了 可能会害台湾被推向红线 也就是说 那这样两岸要打仗了 这个说法有没有错 我跟大家讲没有错 可是这应该交给我来讲 评论员提出各种警告跟分析结果 就这么做的结果 不要以为白天高兴 我每天都去唱歌 每天爽 结果考试考零分被退学 对不对 结果是被退学 可是过程很愉快 不用念书 每天都在玩 那不是很棒吗 所以国民党立委提出警告说 美国删除一中政策 可能将使得台湾被推向红线的这句话 立刻就被套上中央同路人 第五纵队 在地协力者 不是吗 第二个 国民党党中央也有讲 说会不会可能逼我们要买更多的武器 这两个发言我都觉得过于轻率了 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 虽然美国它再一次的开启 只会跟大家强调 一中政策没变 可是我在这边很明确的跟大家讲结论 当然是变了 2020年现在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对抗性更高了 而且美国跟台湾实质关系更深了 这是事实 过去民进党跟民进党支持 还在那边巴望的川普可以选上 认为川普才是台湾好朋友 结果呢 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国务院的网站还留着 一中政策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还留着美国不支持台独 反倒是拜登当总统的时候 这几个文字被拿掉了 我的结论很简单 虽然嘴巴上面还会继续讲说 一中政策不变 可是拿掉了国务院网站上面 论述的这件事情 就是改变嘛 我再讲一次 虽然实质的关系上面 可能在两岸 在美中的外交的论述 舞台上面 他一定会强调 一中政策没变 可是拿掉国务院的论述 一中政策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以及美国不支持台独 这几个字 拿掉就是改变 所以其实在台湾 包含了民众党 还有国民党 这些想要执政的在野党 他必须要坚持几件事情 不要轻易的 对美国的事件发言 应该要坚持中华民 跟保护台湾 两件事拿来讲就可以了嘛 你不要在这个时候 去迟疑美国的动机 没有意思啦 蓝银反而应该要去感谢 美国修改文字的行动 哦你修改文字了 谢谢你 但是呢 期待美方给台湾 更多的实质改变 最多你不要只有讲啦 比如说 马上月底 要在内瓦召开的 WHA的实质大会 美国是不是 国会也同意啦 美国国会 不都400多票对0票吗 请美国做给台湾看嘛 实质提案让中华民国 重回WHA 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嘛 那或者是邀请 中华民国的总统 到美国的国会去演说嘛 或者是邀请中华民国的官员 到华府去参访嘛 可不可以 你不要只有删除国务运的文字 请你实质的 跟中华民国也好 台湾也好 或者是你要用什么 伙伴也好 什么身份先不管 实质先给我嘛 先让我回到国际组织 你要提案啊 你不要巴望的 我们找我们的邦交国提案 我们好几个邦交国 本来20几个 现在14个 我们会请邦交国提案 那美国出来提案 那个整个意义跟力道就不同 美国会帮台湾提案 冲回WHA吗 欢迎啊 在下党应该是 谢谢美国修改文字 但期待美国做的更多 这才对嘛 从上一次四大公投 我也在我们 我看可能跟大家论述 四大公投的结果已经证明了 台湾愿意反美的民众 只有两成啊 注意听我讲 台湾就是 我不要吃莱猪 可是可能得罪美国 不管了 得罪美国我也要反对的 这样的人只有两成 真的只有两成 其他不投票或投反对的 其实基本上 他们根本就是 爱美国爱得要死 所以现在 任何想要执政的台湾政党 你不要轻忽美国这个议题 所以甚至去讲说什么 美国利用台湾啊 两样可能会更危险 这种话真的 说实在就给评论员去说就好了 今天的这一题 其实非常重要 只是一个开端 我相信会影响 未来的三年五年十年 因为当美国 已经因为美中对抗的关系 乌克兰之后 俄罗斯没有了嘛 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一个强权了 他已经掉下来了 不管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了 乌克兰受害 但俄罗斯也受伤嘛 所以未来只有两强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台湾夹在美中之间 中国说台湾是 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说台湾是 美国最好的朋友 这种时候 我们要利用杠杆 让两边尽量等距 然后拿到最好的利益 所以大陆最好 对台湾好 我们可以卖一些东西去 但是维持我们的生活 美国也要让台湾好 让台湾 让中华民国 让中华台北 可以实质参与国际组织 所以不要轻易的去对于 美国的国民修改文字 这个东西 去进行嘲讽啦 或讲说这没有意义啦 这样会打仗啦 这样子你就会让民进党 论述为 在地协力者 就是这几个国民党立委 那年底还好 因为这是县市场选举 2024 那就更不用想了 洞见观瞻 美国议题 一向是最重要的一环 台湾的政治人物 必须关注 也必须小心 这是我们这礼拜的 喜欢观点 请大家订阅 屏观点 YouTube频道 订阅分享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 拜拜